今天给大家发一个快速门的安装视频 这个视频大家可以把它给保存下来 慢慢的观看 点右下角的这个箭头里面就有保存 你点一下就可以保存到手机里面 你安装的时候可以打开看 这个快速门的安装方法 跟安装这个卷梁门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 首先就是把这个轨道和这个电机支架 以及包装支架先在下面的连好 连好之后再给它固定到这个洞口上 基本上大框架就算做出来 要是门小就两个人扶起来 也能把它扶起来 如果说门大 你或者用个手拉葫芦 或者用个叉车 给它缠起来就行了 固定螺丝跟普通卷梁门固定不是一样吗 上面用10个的烹约螺丝 下面用8个的烹约螺丝 打起来一固定就可以了 反正螺丝拧紧别倒掉了不就行了 如果说你要是那种泡沫板墙 就打个过枪螺丝 反正不管安装什么门 总归要把这些支架什么东西固定好 固定好它就会比较稳 因为快速门它转速比较快 你如果说固定的不稳的话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出来 把框架固定好之后 然后我们把卷门的卷轴给它穿进去 穿进去 然后就是把左右两边的轴承座 跟支架给它连接好 就是右边轴长的就是装电机 左边的轴承座 用这个螺丝给它固定紧 这个轴承座一定要给它固定紧 固定不紧它也会晃 右边的轴承座也是一样的 螺丝先给它固定紧 这个快速门 大家不要把它想的过于复杂 你就按照装卷篮门的套路 慢慢的来弄 肯定没什么问题 因为经常有好多咱们通常说 这个快速门没有装过 这样那样的 其实没有这么复杂的 把这个全都固定好之后 下面我们就装电机 这个电机呢 就是一般电机的支架 都是这种 也有那种起码卡的那种支架 把这个电机支架 给跟这个电机固定好 再往那个支架板上一上 基本上电机就算装好了 电机装完之后 我们再把那个编码器 给它套上去 包厢往上一套 基本上就算结束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安装 它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些安装细节 大家还是要磨练磨练 并不是说看到这个视频 你就能把这个门 装得非常完美 你总归要练个一个门 两个门 电机上面这几个螺丝 一定要把它拧紧 因为是快速机 你如果说拧的不够紧 它有可能会晃 只要螺丝拧不紧 肯定会出问题 剩下的就是装控制箱 以及这个红外 还有的要装雷达 或者装手腕开关 都可以从控制箱里面引线引出来 这个就是看你跟甲方怎么去沟通 正常的开门方式都是装雷达开启 也有要装拉绳开关 或者手腕开关 都可以 这个装好之后 外壳往上一套 这个门基本上就成型了 控制箱你安装的高度 就是人手能够的按钮就可以了 也不需要装太高 也不能装太低 然后这个红外 装这个红外离地面的能有5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红外的它的原理就是说 这个门再开或者再关的过程中 下面有东西通过 它就会停下来 这个就类似我们卷达门的预阻停 或者预阻反弹原理是一样的 当然这个红外也可以装在卷达门上面 让它就是预阻反弹预阻停 这个就看控制器是怎么设置的 这些东西完全装好之后 就是调形成了 这个形成调起来就更简单了 一般电机里面说明书 按照说明书来做 就很容易的把它弄好 大家觉得这个视频有用 你就把它保存下来 到这里视频就快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框架固定好之后 开始装红外 一细30公分 装上编码器 把线布下来 之后开始装控制箱 控制箱装正 马上开始打 打对穿眼 所以 按钮线和电源线都可以从这里穿过去 随便找个两线线 红外线也跟得进去 到这边 开始装面板 放一个线巢 一直放到这里 现在开始接红外档口 看一下 棕色接24幅 蓝色和黄色搅在一起 黑色接红外 对顶这个插头 这就是红外 线接好了之后 等一下充电 左边和右边要对上 如果不需接其他的线 就可以把线巢 准备封锁 这是雷达 这一款雷达 这一款雷达的线 直接这边直接插 这边就接到这个 第五号档口 这个第五号档口 这个插头 颜色分布 看一下 一根黄色是信号线 黄色和红色 接在一起公共 底下一根红色是24虎 好 插上 插好了之后就是这样的 这个的话 就是外面的按钮线 两根线 接一键和公共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用一个零食电源 接上 好 充电了 充电了之后 我们的雷达 你看 正常的就是那样的 绿灯 有感应到的人的话 就变成红灯 看到没有 好 它的强度可以调的 强度 在这里 这个旁边有一个 看一下 在旁边有一个 按一下 就会变弱 看到没有 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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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的话 看到没有 一档 二档 三档 一直可以调 雷达 一般都是 我们雷达一般洞口 装在这个上方 那个上去一点 方向是这个方向 看到没有 它可以调这个感应距离 另外一面的话 包厢就装在 我手指的这个位置 这个平面 这个平面 这个位置 从顶面下来三公分左右 就装这个雷达 现在开始调线位 首先是上线位 这个门我们刚才的话 按下降的话 它是上 那我们就需要把它转换过来 转换过来的话 就是电击方向 把它变成零 再确定 那么之后 它就变化过来了 再以上线位调 好 基本上可以了 我们之后再调到 关门位置 关门位置 点到这里就可以往下降了 点到这里就可以往下降了 你拿 你拿 你只按到你想要的位置 再点确定 好 再返回 拆单返回 好 就可以了 直接按上键 按上键 上键 好 好 我们现在就基本上可以调试了 上 看没有 从外抓一下之后就反弹上去了 上 按下 自己会下 10秒钟它自己会下来 好 雷达在这边 你看 雷达 门上去了 一切正常 就是把线路啊之类的不规范就可以了 电接好成为绿灯之后就是正常的啊 就可以把盖子盖上了 按钮 按钮 按钮一装好就可以了 这个门就完成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